营养午餐厨房是校园内用水量最大的地方 惠文国小去年就超前步数 添购了40吨的水塔 把厨房的用水跟学校用水分开 大概都可以 学校都可以供应 厨房有专用水塔 不会瓜分到学校其他用水 团善业者也在限水开始前 演练用水量的控制 4月6号停水的时候 我们才比较有足够的标准 可以去抓说要怎么去做 校方鼓励学生 水壶在家装满 再带到学校 洗手加速失措冲篷差 过程更要记得关水 冲一些水 然后就关掉 花一点水会减少一些 而在北屯建工国小 重点放在厕所用水的节省 洗手水用桶子回收 装满之后可以冲马桶 就是重复利用水 不要一用满水就把它倒掉 另外在足够使用的前提下 关闭部分厕所 将厕所部分的尖数 我们会把它先暂时封闭 减量以便于集中我们去清扫 因应即将来临的工5.2限水措施 校园研理各项方案 互相参考学习 共度缺水难关 大爱新闻张公代杨俊廷 台中报道